Toshima好,今天我们会进入单元二下课了 实验器具的其中一个小标题,那就是运球 运球,在这一堂课中我们将会学习移手运球和移脚运球 首先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移手运球和移脚运球的正确知识吧 当我们在运球时应该要保持两脚前后自然开立 然后我们的膝盖是微躯的 上体,就是我们的上半身稍微向前倾 然后头要抬起,眼睛要平视前方 这时候我们要把球控制在侧前方 我们运手来运球时,我们应该要运手指连续的掰打那个球 相反的,非运球的手臂要曲轴平抬 用以保护我们的球 然后脚部的动作的幅度和下肢各关节的曲度 都会随着运球的速度和高度的不同有所变化哦 此外当我们运球时,也就是以手运球时,我们的五指是张开的 然后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指和指根以上的部分以及手掌的外缘 触球,我们的掌心是不可以触碰到球的 这就是以手运球的正确知识 当同学们学会了以手运球的知识后,就可以进行一些小游戏 这个游戏是数个人一组,然后轮流进行游戏的 学生可以从A站用右手运球到B站 然后在B站进行跨下滚球 这是沿着左右脚八字形的路线运地滚球 然后球是没有离地的 然后再用左手运球到西站 这就是以手运球的小游戏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以脚运球的知识 以脚运球的知识 其实我们可以用脚的多个部位来运球哦 我们可以用脚内侧 脚背的正面 脚背的外侧和脚背内侧来运球哦 然后用脚运球时 我们要用比较习惯的脚来运球 假如我们用不太习惯的脚来运球 它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因为你不习惯嘛 当同学们掌握了以脚运球的知识后 就可以进行小游戏 这个游戏是由数人一组的 然后人流进行游戏 学生从A站用右脚运球到B站 然后再用左脚把球运到A站 当同学们成功掌握以手运球和以脚运球 他们就可以进行运球比赛 这个比赛是六个人一组 每组分为A站和B站 然后每一站各有三个人 A站的第一个同学是以手运球到B站 然后把球交给B站的第一个同学以后 排到B站的最后一个位置 接着在B站的第一个学生再移脚运球至A站 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学生回到原点 最先完成的一组将会获胜 此外同学们也可以依照相同的比赛方式 让学生以直线来运球 最后一组的学生回到B站